好來圓圈去尋 那我們這個上次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去定義的腳動量這些事情 那我們腳動量不一定 一定要做一個什麼 繞著圓圈的一個運動 那以這張圖來 例子來看 假設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圓圈在這裡 那麼有個問題呢 它從下面往上去走 那在它移動的過程中呢 今天它移動速度 如果是一個很速度的情況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情況 如果我們照腳動量的定義 腳動量定義指L CrossP 對不對 那依照這樣定義來說 我們會看到什麼樣的一個現象呢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一開始的總數比在A點 它具有重量P 那這個A點呢 它的速度行進方向跟原點與它連線 夾連直角度就是一套A 那過來就直接往上走 因為今天你沒有受歡迎想像 它要沿著直線做等速運動 所以它等速運動走到B點的時候呢 那O點跟它連線的這個夾角 它叫做Cita B 那一樣它當然還是P 那它這樣的運動的過程中呢 我們想要往上一點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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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往上 運動的時候呢 其實它都跟在原點有一個角度 對不對 它一樣是一個 如果你在這個瞬間看起來 它有點像我們怎樣 也是一樣的一個腳運動 對不對 腳運動我每次在分析 它在照原作運動的某個瞬間 它其實也長不像這樣 因為R的P 對不對 好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A點的地方呢 如果說我們假設它是一個 類似的原型學過路的軸軸軸 那以後我們就不需要這樣假設了 那這一點它的 所謂的 這個 腳動量是多少呢 它LA 然後它可以稱 RA乘上P乘上SitaA 對不對 那這邊它的腳動量是相當於這樣子 那在B點呢 B點它的角度上可以成RB P正常SineCTAB 好 那這兩個看起來它這個值都不一樣 然後它這個長度也不一樣 角度也不一樣 對不對 可是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如果把它畫起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三角形 好 這什麼叫做RA 我們先不管P 什麼叫RASINECTA A RASINECTA A 它不就是它的嗎 對不對 同樣的RB的SINECTAB 也是它 對不對 所以其實LA跟LB在這裡頭呢 RASINECTA A跟RB SINECTA B都是相當於這一段 這一段我們叫R垂直 也就是說它移動這條線就是圓點 它一條垂直線 垂直線得到的這個距離叫R垂直 所以它LA跟LB它的RASINECTA A跟RB三角都等於R垂直 那P也是常數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最後得到LA其實是R垂直P LB也是R垂直P 所以呢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今天我有一個目題 它走一個所謂的直線速度的直線運動 你只要去找任何一個採討點 它對這個採討點都具有一個性質 就是腳動量手紋 所以腳動量手紋 不一定要在圓周運動裡頭才有腳動量手紋 你任何的冷速度運動 你只要找到一個想到的採討點 它都具有一個性質 就是腳動量手紋的性質 好 那當然在圓周運動的當然就沒有問題啊 假設我們現在在一個圓圈裡頭運動 假設我們現在的圓圈就是我們的圓點 那它這個圓動運動的距離是R 那它移動的速度呢 也在那邊切的速度是P 那因為它這個距離是R 那這個是P 所以它整個運動的時候 腳速度就是Omega 好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R跟P P就是你的MV 這是你的這個線動量 線動量嗎 因為在圓周上 因為在切線 所以這裡是90度 所以呢我R跟P 如果我們以為是90度的話 Rp sin 90度就是R是這樣P 對不對 一算90度的音音嗎 所以Rp sin 就是Rp 那因為速度呢 我們剛剛講的 速度在這樣的一個 等速度圓中運動以後 速度可以選Omega 那因此呢 在一個圓形運動的一個物體 假設它是等速度圓中運動的話 那它所具有的腳動量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mR平方Omega 那這就是它圓形運動以後 它的腳動量 等速度圓中運動以後 它的這個腳動量值 腳動量值 好 那當然 腳動量 不一定 你知道的圓中運動 一定是什麼 你的圓心跟你的圓中運動的圓中面 是同個面 它可以不夠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意思 這樣的一個圓中運動 我圓形在這裡 它就是從圓中這邊往下投影 圓中它其實在這邊 然後它在上面倒圈圈 有點像什麼呢 比如說像我拿這個雷射筆一樣 我這樣子放圈圈也可以嘛 對不對 那我要討論是上面那個筆尖的地方 它做的運動 可是我圓形在哪裡 圓形在下面 這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做這個圓中運動 我的圓點不是在圓心 而是在下面的話 那今天我們來怎麼看它的這個 這個腳動量呢 它的腳量L 一樣是RV390度 因為 假設我們原來圓形在這裡的話 假設這個是R 對不對 這一樣是這個 腳動量的方向 P的方向 所以RV390度這邊一樣是PR 那我們再來看 那這樣子的話 那也要討論這種問題 不就很麻煩的話 因為你如果說今天 你這個圓點 偏離了圓來的位置 到下面某處 那這裡就有一個距離R 那這R呢 跟這個中心這條線 就會加一個圓中的方向 那這樣我每次去討論這樣的一個 雲中運動 這樣一個轉中運動 那我就必須要討論什麼R的 這個參數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看 在這裡頭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量 會是手紋跟那個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關係呢 就來看一下 如果他這樣做運動的時候 當然這樣運動 表現是他的腳動量 一直點的Z方向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他的這個Z方向 會長成什麼樣子 如果Z方向的話 表現是我的L L 他要投一個方向 那因為這個角度比較白角 那這個角度 因為這是90度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角度比特殊 跟這個角度比特殊 所以我們本來的L都是這個方向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原來L方向是在哪裡 這個是R方向 對不對 那 你看 這個是R方向 然後呢 因為R方向是這樣寫寫的嘛 對不對 然後往前是P方向 所以我們L方向其實有點斜前面 不是 剛剛如果說原點在這裡 它是直的 現在呢 因為R方向 P方向 所以我是斜斜的 往這邊 那他這個平面 就會夾這個白角在這裡 好 那這樣如果這是L的話 那他沿著Z方向的投影 是不是L Sine by 對不對 LSine by 沿著Z方向的投影 就是從這裡把它上來 靠著頂尖 LSine by 那Sine by 那Sine by在這裡 我們剛好會比什麼呢 Sine by 是不是剛好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 假設這個叫做R的話 這個叫做大R 這個這個距離叫小R 那 我們剛好Sine by為什麼 小R就是大R 對不對 小R就是大R 那剛剛他到這個 圓周運動的時候 他的相對圓點的動量是什麼 是MDR MV小R 對不對 所以小R就小R很好笑掉 欸 我們突然發現了一件事情 你不管 你這個角度怎麼去拉 就是說 你這個圓點不管拉多圓 他只要在這個圓周面上運動 永遠都會有MVR 你這個拉遠一點 比如說MDR1 那這邊就變成R1 或者是R 對不對 不然你拉的多圓 或是拉上面也可以 你永遠沿著Z方向的角度量 就會是什麼 MDR1 就是我們只考慮什麼 他真正照轉圓的 圓周面的這個半徑 乘上圍有什麼 就是質量 然後是上圍有什麼 角速度 所以沿著Z方向的轉動觀量 LZ 就是沿著Z方向的轉動觀量 永遠就會是MR 跟你離開圓點 離開圓點 離開圓點的體面 有多遠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發現了一個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 那當然是一顆粒子在運動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支點系統 一大堆粒子的時候 試試有沒有拍一個支點系統的時候 那我們去計算全部的這個角度 在運動量的時候 是不是每一個都有R close P 對不對 那我現在有很多 所以每一個都有一個角度 那我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角量 全部都加起來 那時候只要加起來 就是Sigma2i 或者是Sigma2i 那樣的圓椎 對不對 這樣畫 假設我們這個固體長這樣子 那現在呢我們轉動走在這裡 好 這樣出來 如果說 好 如果說我現在是這樣在繞圈圈 那當然 這個是R 對於這一顆粒子來說 對不對 那剛好轉動的軸 跟這個圓點 是在朋友影片上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如果一個粒子在這邊呢 它的轉軸會什麼樣子 它的轉軸就是 對相對於這個點 它的轉軸變成這樣子 可是呢 它跟圓點的距離就是這裡啊 對不對 這是另一個 這叫R1 這叫R2 對不對 那它真正照轉的R在這裡啊 小R2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就跟剛剛前面講的問題一樣 對不對 我要去加它的軌道小動量 加起來就像這樣子 可是很複雜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依照剛剛講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只考慮Lz呢 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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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z是不是相當於Sigma 什麼 Liz 對不對 那每一個Liz都相當於什麼 每一個 它都相當於 它繞轉的這個大 它不需要算這個小馬 對不對 它只要算它繞轉的這個大馬 對不對 那Omega 大家都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質量mi 對不對 是不是問題就變得很簡單 所以 你看 我們的Lz 就相當於Mi Ri 很好 那 因此呢 因為發現很多轉動的問題 我們喜歡討論轉動的時候 沿著Z軸方向的 沿著Z軸方向 Z軸就是什麼 Z軸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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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 所以Lz 就會寫Lz 等於什麼呢 Mi Ri Lz軸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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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這一堆直點的轉動慣量i 那我的Lz就可以寫成i omega 寫成i omega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這個一則繞轉軸的轉動慣量就寫出來了 這問題就變得很簡單 那這跟什麼很像呢 跟我們去討論線動量可以寫的mv 它的數學形式是一樣的 什麼叫數學形式一樣呢 第一個他們都有跟速度有關的東西 所以我們線動量呢 它正比於速度 我們的腳動量呢 正比我的腳速度 那我們的同樣的 我們的線動量跟質量有關 那我們的腳動量呢 跟有人要轉動慣量有關 所以轉動慣量同樣的相 它對應到的線動量的什麼 質量 那腳速度呢 就先對應到線動量的什麼速度 好 這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這個題目 來這題目問什麼呢 他說啊 先有一個圓盤 一個disc 它的質量是大m 總降是大m 但是它的半律是一個r 那現在呢 它 以某一個角速度 m 圍繞 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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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轉軸 這個轉軸呢 距離裡的什麼 本來的圓形有2分子r 距離本來的圓形有2分子r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呢 它想要問什麼呢 它想要問這樣的一個圓盤 它在轉動的時候 就是偏心 理性的圓盤在轉動的時候 請問一下它的轉動環量是多少 好這題目怎麼算 這題目怎麼算 你要用到什麼樣的概念呢 需要用到什麼概念 兩個嘛 第一個你要知道圓盤的轉動環量 對不對 第二個你需要知道 平行軸定理嘛 差不多算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圓盤的轉動環量是多少 有沒有記圓盤的轉動環量是多少 這要自己記喔 老師不會給喔 圓盤啊 球啊 環啊 上子啊 這個你有沒有要自己記喔 好 那知道圓盤的轉動環量是多少嗎 欸 如果不知道自己現場這也可以啊 如果你考試的時間很多的話 對不對 圓盤的轉動環量是多少 不知道嗎 DISC圓盤的轉動環量 開DISC 二分之一MR比方 好 好 那球呢 Sphere 他的角度上有知道嗎 十星球喔 十星球 五分之二MR比方 那棒子呢 棒子如果我是這樣子 一根棒子 我這樣去旋轉的話 他的角度上是多少 知道嗎 十二分之一 DM R比方 至少這幾個場間要自己記起來啊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形號 就是沙蓮的 SOR IV 十星球 棒子然後沿著他的正中心去轉 然後是圓盤 圓盤也是從那個盤心 然後那個去轉 好 所以這個題目第一個 我們先 然後平定軸定理 K1-AX-Stay 平定軸定理 好 平定軸定理 好 我們一個東西的轉動環量 等於穿過他直心的轉動環量 加上我總質量乘云 心轉軸到子心的距離 的平方 MH平方 好 那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公式是哪一個呢 一個是這個 對不對 一個是這個 好 那我們就來算了 所以圓盤喔 它剛好之間是M這個半徑子R 所以我們直接知道R 盤子的就是二分之一 百分之一把平方 好 那二分之二的平方 再加上平定軸定理 所以二分之二的平方 加上M乘上 因為它軸心偏的多少 二分之R 對不對 所以M再乘上二分之R的平方 所以這裡是四分之R平方 這分是二分之R平方 所以兩個加起來就是四分之三MR平方 所以新的這樣子盤子的轉動 轉動環量 就是四分之三MR平方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有齁 好 那當然齁這個 如果我們算他轉動慣量的話呢 轉動慣量有I的對不對 那L2I我們現在就把它乘上 就是你人要的這個答案 好這也可以算吧 很簡單 再來我們要講呢 是有關於這個轉動的動力學 那轉動的動力學呢 相對我們 實際運動的動力學 他其實也要你系列對應的公式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轉動動力學裡頭 我們想要看線運動的動力學裡頭 我們最重要討論的中心思想 就是力 對不對 那轉動動力學呢 怎麼去驅使一個物體做加角速的轉動呢 跟力一樣呢 就是力取 所以力取 在力取跟腳動量等同於什麼 在腳運動中的角色又等同於什麼 力跟線動量在之前運動上的角色 所以腳動量呢 都會在力指的腳道門 L貼起來 R cross P 那如果L跟R cross P的話呢 你可以來做一點簡單的微分 如果你把這個腳動量的隨時間的變化 去做計算 你為什麼什麼叫腳動隨時間變化 就是本來的物體它的腳動量是守門的 今天你要讓它去做變動 你就必須施加外力去 以前線運動你要給它運動 讓它施加外力 那現在呢 我們不要讓這個腳運動 發生變化 就要施加外力去 那變動的是什麼 腳動量 所以我們把腳動量 就施回分 那這一個是R cross P 就有兩下 第一個是R cross P 對不對 第二個呢 是R cross P 那這樣子的一個微分 它就會得到兩個式子 第一個是R cross M 因為P 動量對四千微分就是B 對不對 就是最前面的一項是R cross P 後面這一項呢 這個是B 對不對 B cross P 或者是Tation 或者是可以把後面的M 調進去 MV cross P 好 那外機呢 那外機的話 自己對自己外機會沒多少 外機 B cross P 會沒多少 自己Cross自己 0 對不對 我有說過外機叫做屏蓋髮子 對不對 屏蓋髮子啊 Cross什麼 就是你轉多少嗎 那自己轉到哪裡 轉到自己的位置 就可以不轉嗎 對不對 屏蓋怎麼這樣轉到 這樣Cross它才會往上面走嗎 所以自己轉到自己的位置 轉到自己的位置 轉到自己的位置 M就是不動嘛 就是0 好 所以R cross M加 M V cross V 所以前面這R cross不是Tau 後面V cross V就是0 所以這裡剛好發現 MDLTT就是Tau 所以什麼東西會造成 我們的角動量的變化 就是有怪力區的產生 這就證明 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對於單一的例子來說 Tau HMDLTT 這就是我們動力區的開始 動力區的開始 動力區的開始 好 那它跟什麼很像呢 跟先進動的FMDLTT一樣 什麼東西會造成動量的改變 當然就是外力喔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我們簡單講力區其實就是什麼 力區其實等同於 角動量的識變率 就是我們的力區 好 那當然喔 在腳運動跟先運動 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腳運動裡 不要忘記喔 我們Tau跟L 力區跟我們腳動量 必須在同一個時間去做兩側 而且兩側的原點必須要相同 你會這個力區縮連的這個軸 腳動量的這個軸 不行 這樣等到答案會完全不對 好 那同樣呢 假設你今天有一堆力 只能利用視野系統呢 同樣的 對於線運動來說 我們有一堆視野系統的話 外力 會造成你的系統 會造成你的系統的 運動動態改變 對不對 可是只有外力 外力會改變變動 內力呢 系統內力不會 同樣的 在腳運動裡頭呢 外力區才會改變你轉動的狀態 內力區呢 像這裡頭 它應該會一直消掉 所以內力區 不對的系統 從來做化身改變 好 OK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系統 有關於Fi 作用在Di的例子上 造成它線動量的改變P 所以我們這個 對於這個 Di的這個點呢 它只有得到了 Ti 可以寫Ri CosLi 那它的 攪動量呢 可以寫了Li Di CosTi 那因為 Ti 可以寫了Lt 所以呢 我們很快把它通過起來 就是我總外力 總外力區 Ti Visternal 我的外力區 相當於Di 就是所有例子的 攪動量 隨時的變化率 加起來就是我的 這個總外力區 好 這個應該很簡單 反正就是 你有一堆例子的時候 你把它全部加起來就好了 好 同樣的你有一堆例子的話 你的攪動員區的話 加起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跟我們以前講的 線動量 外力 一堆 例子 可能受到外力的情況下 它就相當於把所有的 什麼 動量式給你加起來 一樣 這重複了就不說了 但是同樣的 這一堆例子 它所對應到的 例舉 必須在相同的原點 跟相同的什麼 坐標準下 去做兩側 然後呢 同時 我們兩側的時候 所有兩側都是 相對於執行的 也是在兩側 不然的話 你就要考慮什麼 定義之後 定義進去了 好 那對於某一些 特別的轉動的情況 就像我們剛剛今天講的 我們可以考慮它的轉動 是沿著Z軸的話 那我們可以寫的LZ等於I omega 那跟我們其他人 這個前面講到的 一般的例子 隨機散步 隨機散步 它對於我們特定的點這個 這個轉動 這個跟這個差別有什麼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轉軸在你的軸心 對不對 這個可能是怎麼樣 可能是就是我人 就走過了 假設這個叫有點 對不對 我人這樣走過去 我人這樣走過去 那我的手 腳 頭 這個 軀帶 相對的圓點 我的LV 寫的I omega 對不對 那三個這個例子呢 是比如我這個人 照著我的東西在旋轉 對不對 那我的腳動量 LZ就可以寫的I omega 所以這是有照什麼 有照特定走轉的 這個呢 不一定要照特定走去轉 所以這是 這用LZ嘛 對不對 這個沒有寫給LZ嘛 好 那除了腳動量手痕之外 我們繼續 那這個TOW 這個TOW 這個力矩呢 力矩的時間變化 你還記憶度寫什麼呢 在數學上 所以這樣 我們的L主7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什麼 因為我的總 這個轉動慣量呢 不會隨時變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ID出來之後 變成N omega 那我們前面學過 D omega 就是I alpha 所以當你寫了TOW 的I alpha 的時候呢 完全就是跟那個 牛頓運動P一模一樣 就是FMA 好 那這裡我們就去一個例子 怎麼樣把這個轉動的東西 應用在生活上 好 這個是一個經典的題目 你們以前 國高中的10號 看到這個題目 超簡單的 對不對 送分題 為什麼是送分題呢 因為以前你們在算的時候 華文 沒有質量 沒有轉動慣量 對不對 那現在現在你們是大學生 對不對 那華文就開始有質量 也會有轉動慣量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是什麼呢 它出來有兩個方塊 M1 M2 這兩個方塊 質量有一個M1 M2 透過一條繩子 綁在一起 那這繩子的話 過了一個華文 質量叫做M 它的半數叫做N 那它要你去求什麼呢 求這個東西 求這個東西 它的線加速度是多少 那假設沒有摩擦力 那當然要假設摩擦力也可以啊 摩擦力你不是也學過了嗎 對不對 摩擦力只是把這邊多破一個正向力嘛 μMG嘛 μM1G嘛也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可以問有沒有摩擦力都沒差 所以還是都沒差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題目怎麼去解它呢 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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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們第一次 就像現在剛剛看到的點燈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照剛剛學的要怎麼辦 他現在要問的是加速度嘛 對不對 限加速度喔 反過來限加速度 蛤 照 照之下